今天又是戚风苦雨的一天 我们今天吃点什么东西呢 我们今天来做切合 我们先把韭菜洗一下 然后把韭菜切细 因为韭菜要做馅子 所以说要切得越细越好 我们把猪肉馅放进去 然后放一个鸡蛋 鸡蛋的作用呢 能让肉馅不那么容易碎 我们放油 盐 酱油 然后把肉馅搅一下就可以 一定要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把茄子切一下 切的时候要一道浅 然后一道切开 茄子切好以后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把肉馅填到茄子里边 一个一个填好 然后我们取面 加鸡蛋 加清水 做成面糊 做面糊的时候 里面可以放一点油 锅里面放油 然后把油加到八层热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茄盒慢慢放进去 放的时候面糊要换匀 慢慢放进去 煎的时候要多翻几次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锅底 等到切合颜色变成净黄 颜色变深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前几天做的洋姜咸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前几天做的视频 切合就做好了 麦香不怎么样 但是吃起来香 好了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 关注一下我吧 我们下期见